有一位美女说她要搬家了 家里很多电器都不要了 叫我去回收掉 所以要两台空桥 一台冰箱一台洗衣机 我们去看看值多少钱 看看能不能全部拿下 已经到了 现在这个家具叫人家搬走了 我们直接去看一下家用电器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冰箱 这个品牌是个海耳的 看这个蛮新的 三个门的 这是冷藏室 看着还行 这是保鲜石 你们看 这里面还有冰块 说明也是没问题的 这是冷冻石 看着还可以 再到里面去看看 现在这里面都没有什么东西了 全拌掉了 这是洗衣机 是个三阳的 看着也还行 也没有什么破唇之类的 也没有生锈 再到里面去看一下 这是空调 小超人 这是海耳的 一匹的 看那个内机 都是挺新的 还可以 外机在这里 等会去菜 我们到另外一个房间 看看那个空调 这空调在这里 你们看 也蛮新的 品牌是奥克斯的 看着也不错 现在这个外机已经在拆了 为了拆起来更快 这个线夹断了 通管也夹断了 空调内机拿下来了 你们看 是不是挺新的 你看这个管子全部剪断掉了 这个生产日期是18年的 说明这个空调买来才4年多 外机也拆下来了 这个是奥克斯空调原装消耗器 现在再来拆 海耳小超人空调 服务就不收了 直接把房门关起来就可以了 外机拿下来了 现在把这个管子给它夹断 空调内机拆下来 你们看是不是也蛮新的 这个空调也是一匹的 生产日期跟那个差不多 好把洗衣机给它搬走 好了全部已经拆下来了 看上去都是蛮新的 我总共花了500块钱 你们觉得怎么样 是不是挺不错 看这个外观都是蛮好的 没有生锈腐烂的迹象 应该都是好的 因为扣搬家基本上没有坏的 这后面有点脏 没事一擦就好了 你们觉得这500块钱 划得划不划算 还可以吧 好了不说了 准备全部给它带走 拿回去了 大家看看 越来越好 准备 杰 那么 你